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看图腾回答问题 有一个听众打电话来 他问台长 台长看出他一辈子担惊受怕 脉搏跳得很弱 血脉上不来 手脚冰冷 手老得比脸还快 台长还看出他往事的 是个男人 他欠了很多情战 所以灵性弄得他腿脚不利索 还让他心脏大 所以他经常打他的心脏 所以他的心脏咚咚一跳 就像抽筋一样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感恩师父 给我看出同我1964年树大龙的 看我的身体 你的脉搏跳得很弱 是的 你想想看 你这人的一辈子啊 就是担惊受怕到现在 是的 而且你这个害怕的程度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的心脏比较微弱 而且呢 你的血脉上不来 脚经常冷的 手也冷的 对 是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手啊 老得比你脸还快呢 是的 师父 你看着我心脏的有良性 哎呦啊 你哎呦 你上辈子欠情债很多 走掉过一个了 已经被你超度过一个走掉了 啊 我跟你过去跟你讲过嘛 你过去有一个啊 对对 对对对 现在又来一个了 现在我身上这个很厉害 没有办法的 这个都是过去啊 你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整天去 所以这辈子 你投女人就是 他就是来报应啊 来报复你啊 对不起 师父 我错了 你知道吗 他经常还让你的腿啊 让你的腿脚不利索啊 对 对对 哎呦 你的心脏都肥大了 哎呦 他搞你啊 搞你心脏都肥大了 所以你心脏前面不舒服 会放射到后背的 后背也不舒服 对对 师父 对对 他还打你呢 他经常动啊一下子 你这里就 哎呦 抽筋一样的 那你打你一下 就就跳心 哎 心蹦 他打你心脏呀 对对 就是心动一跳 动一跳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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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谢谢 在光绪年间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江苏的 有一个先生 姓贾 在上海租借呢 一个洋行里工作 深得的老板的信任 在端午节前 老板呢 派他去 上海的城南一带呢 去收签款 他带上了皮带子 就出发了 事情呢 进展得非常的顺利 到了中午 他共收得营养 一千八百多块 贾先生走了半天 早已是口干实躁 疲惫不堪 来到了上海的十六铺 码头有一个茶楼 匆匆忙忙地喝了点茶 急忙赶回去 交菜 贾先生回到商行 突然发现 发现皮带子不见了 顿时如五雷轰顶啊 大汗淋漓 吓懵了 慌乱当中 话也说不清楚 老板看他 神色慌张 张口皆舌 认为 其中定有诈 历声 斥责他 你辜不了 东家的信任 并说 还不赶快 归还 就送你去见官 一千八百多块银元 在当时 可是一笔巨款啊 他贾先生 又怎么赔得起呢 有口难辩 赶到这辈子完了 他绝望地大哭起来 在当时的浦东 有一个人姓义 也在租借从商 因为运气不好 他赔了个金光 于是买好了那天 五间的船票 准备渡江回乡 因为离上船的时间还早 他就来到了 十六扑码头喝茶 恰好是贾先生 刚离去的时候 这个义先生 他就到 义先生刚刚坐下来 发现身边的椅子上 有一个小皮带 他没多加理会 继续喝茶 很久没有人来去 他提了提 感觉里边很沉重 打开一看 他的眼珠子 差点没有掉出来 竟然全是光闪闪的银元 义先生惊喜交加 哎呀 这可是一笔大财呀 他不但可以改变他自己 目前的穷困潦倒的状态 而且后半生 一时也有余了 但是他转念一想 不行 钱财 钱财是各有其主的 这钱我不能要 要是因为我把钱拿走了 施主因此而丧失名誉 甚至会丢掉性命 我的罪孽可就太大了 义先生心想 既然今天让我拾到了这些钱财 我就应该尽到责任 物归原主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茶楼的客人只剩下八九个 看他们的神色 没有一个像是丢了钱的 他只好饿着肚子继续等下去 一直等到茶客都回家了 只剩下一先生一个人 他还在等着 突然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 朝这里奔过来 来人正是贾先生 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一进茶楼 贾先生就指着这个茶桌 对那两个人说 就在那里 我当时就是坐在这里 三个人精直向贾先生的桌子走去 义先生看得出 他们就是失足 笑着对贾先生说 先生啊 你是不是掉钱了 贾先生不可自信的盯着他 一个劲儿的点头 是 是 是我掉钱了 我等你很久了 义先生说着拿出那个皮带子 给他们看 贾先生感激的浑身颤抖说 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没有您今晚我就会上吊了 原来主人怕他潜逃 不准他出门 他费尽了口舌半天 主人才叫两个人陪他 出来寻找 两个人互报姓名之后 贾先生一定要拿出 钱财的五分之一 作为酬谢 义先生说 我不能拿这个钱 贾先生说 不谢我心正安了 明天早晨在下在梅龙镇酒楼恭候 恭请恩公大驾光临不见不散 说完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 义先生居然来了 贾先生正要失礼在先 没有想到义先生抢先的道谢 他说 哎呀 先生多亏你昨天丢了钱啊 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啊 贾先生一头雾水 正要细问 义先生说 我昨天原定渡江回乡的 我已经买好了 五间的一点钟的船票 因为等你来取钱的时候 我把船耽误了 回到住处得知 那条船行驶到半途 被急浪打翻 船上的二十三个人 全部被淹死了 我如果上了那个船 我也是一命归息了 反过来 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两个人相互感激 你们以为这个故事结束了 那是真实的故事 还有下文 贾先生三人回去之后 把事情一说 老板也觉得非常的惊奇 感叹说 这么好的人 真是难找啊 我非要见见 这个易先生不可 结果两人见面之后 老板和这个易先生 非常的投缘 经过一番长谈之后 老板极力地挽留 易先生 并高薪聘请他 做主管账目 几个月之后 老板就招易先生 当上了上门女婿 把生意全部交给他打理 穷困苦 穷困达的易先生 持经不昧的故事 当时在上海滩 传开了 他的诚信 仁义 赢得了 人们的赞叹 他的家族生意 越做越大 这个故事就是 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 你们懂得善恶报应 一点不假 一点不会错 我们关键时候的一个善念 一个恶念 将决定你未来的命运 每个人的境界的高低 都并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 换句话说 境界高的人不一定有钱 而有钱的人不一定境界高 红尘社会都有一个误区 以为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所以相对比较精神层次 物质层次就不会有那么重要 我们一个学博的人和自己的慈悲 那是成正比的 遇到事情 我们用正信正念 传递的自己的慈悲和大爱 这比你有钱更重要 这些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 而是内心最本性的选择 有一位朋友 经常和老婆闹别扭 她就在小房间睡觉 老婆那一天跟她闹别扭 非常生气 拿了一把大剪刀 把她老公的蚊帐 剪了一个大口子 一边剪还一边说 让蚊子钻进去 咬死你 老公呢没睡着 心想今晚蚊子有福气了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看见老婆拿着透明胶来了 把刚刚剪坏的蚊帐 粘在了一起 老公的心啊 那个感动啊 我的老婆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啊 老公心想 老婆还是很心疼我的 老公刚想说什么话 没想到老婆一边在沾 一边嘴里自言自语的说 文字也进去的差不多了 别让他们再逃出来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 善良的心那就是黄金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 心里越是健康 内心也就越善良 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 而轻易的改变自己的本性 当一个人能够包容所有生活当中 给你带来的不愉快 能够专注于你自身的品德 而不是利益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就站在了 佛性的本性处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人 所以学会用佛法去处理人间的烦恼 有急事慢慢的说 有大事清楚的说 有小事幽默的说 没把握的事情 没把握的事情 谨慎的去说 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要胡说 这就是我们应该用佛法在人间掌握的 智慧人生 有一个公交车 上来遇到一对母子 没想到这个小孩子 非常的闹 哭个不停 他的妈妈 假装要吓唬他 他的妈妈就说 再哭 再哭 再哭把你卖了 这一招 根本没有奏效 小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一个哥们走到 他们母子两个身边 一本正经的说 大姐 这孩子怎么卖啊 没想到孩子马上就不哭了 什么事情都要懂 你要知道什么问题 用什么钥匙来开 做不到的事情 在人间 不要乱说 伤害别人的事情 不要去说 讨厌的事情 对事 不对人的说 开心的事情 要看场合说 伤心的事情 不要见人就说 别人的事情 小心的去说 这才叫 这才叫 知恩图报 懂佛理 知人生的 学佛人 我们 现在做人 自己的事情 要经常听听 自己心里怎么说 现在的事情 只管耕耘 去做 不问收获 帮助别人 不要求回报 别人自然 会回报于你 没话 不要找话 去说 现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 就是没话 就喜欢找话 和别人说 台长说个小笑话 有一位护士 他很喜欢 没话 找话 说 正好 有一个年轻的患者 躺在了病床上 他跟这位护士说 哎呀 护士小姐呀 我这下惨了 爱情没有了 亲情没有了 友情也没有了 我钱也没有了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那个护士 用包含着爱心的话语 回他说 看你说的 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吗 你这不是还有病吗 佛家常讲 理解别人就会慈悲 人心本善 因缘会合 在人间 每个人遭遇不同的境界 对别人理解 你会放下 佛法讲 你如果认得过去的你 你一定会原谅 现在的你 世事无常 人间沧桑 越理解别人的人 你就会越慈悲 越能懂得别人心的人 你就会在人间 一帆风顺啊 台长有一次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进来之后 跟台长说 他的母亲呢 查出了肺癌晚期 师父来到梦中提醒他 通过学博一个多月 神奇的好转 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我们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在今年的4月27号早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师父在梦里问我 你妈妈呢 我说还在呢 然后师父停顿了好长的时间 说好了 五个月之后不会走人了 你多求求观世音菩萨吧 当我醒了之后 心里特别的忐忑 知道师父说的一向很准 当时妈妈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没有什么症状 既然师父提到了 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要大量放声 于是我慢慢的去开始放声 果不其然 5月8号的时候 家里来电话了 说我妈妈不太舒服 经过几天穿丝化验等 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最终确定 我妈妈是肺癌晚期 转移性腺癌 脑子里和肝里面也都有了囊肿 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 手术也不敢再做了 放化疗效果也不好 我好好的和妈妈谈了谈 我教她在医院的窗前 许愿了 从此吃了全素 住院的那几天 我慢慢的引导妈妈 开始熟悉经文 她也开始很认真的念诵起来了 5月20号我们出院回家了 因为医院不能再待 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 只能回家 吃药维持生命 接着出院一个月之后 去医院复查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肺部的肿瘤 由原来的2.7厘米 乘以2.3厘米 直接缩小到 恒星只有8毫米 而且血液全部都正常了 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 师父跟你们说了 我法生到你们梦里 其实这很厉害很厉害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师父话的 提早提醒你们 早一点解决呀 不要等到那一天呀 要积极主动的去避开这些麻烦 烦恼和灾难 当然师父 谢谢 有一位在森林里修行的人 他坐在森林当中非常的虔诚 每天呢 在大树下 冥想 meditation 打坐 有一天呢 他打坐完之后呢 起身呢 在森林前散步 走到一个莲花池版 看见莲花正在盛开 这个修行人心里想 哎 我如果栽一朵 莲花放在身边 闻着那个莲花的芳香 精神 一定会好很多 于是呢 他就弯下腰 在莲花池版栽了一朵 正要离开 就听见低沉而巨大的声音 从天上传下来 是谁呀 尽敢偷才我的莲花 修行人 环顾四周 什么也看不到 他只能对着空中 问道 你是谁呀 你怎么说莲花是你的呢 哦 我是莲花池神 这森林里的莲花都是我的 枉费你是一个修行人 偷采了我的莲花 心里起了贪念 不知道反省忏悔 还敢问这莲花 是不是我的 修行人内心 生起了生生的惭愧 就对着空中 顶礼膜拜说 哎呀 莲花池神啊 我知道错了 从今以后 我痛改前悲 绝对不会再贪取任何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修行人正在忏悔的时候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人 他说 哎呀 你看这莲花开得多好啊 我该踩下去卖掉 卖点钱 把我昨天赌博输的钱全赢回来 说着这个人就跳进了莲花池 踩过来踩过去 把整池的莲花摘个金光 连夜全被践踏的不成样子 连莲花池的泥都翻上来了 然后他捧着一大树的莲花 大笑的离开 哈哈哈哈走了 这个修行人啊 他在期待着莲花神的出现 制止或者斥责他 处罚那个人 但是池边一片安静 他充满着疑惑 对着天空就说道 莲花池神啊 我只不过虔诚地踩了一朵莲花 你就严厉地斥责我 而刚才那个人踩了所有的莲花 毁了莲花池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啊 空中的莲花池神说 你本来是修行人 就像一匹白布 一点点的污迹就很明显 所以我才提醒你 赶快去除污浊的地方 回复纯净 那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恶棍 就像一块抹布 再脏再黑 他也无所谓 他根本不以做坏事 为耻 不懂得好坏 所以与恶人讲理 对牛弹琴 我也帮不上他的忙 只能任他自己去承受夜暴 所以我才保持沉默 你不要埋怨 你应该欢喜 你有缺点 还会被人点化 说明你还有佛缘 还有救 表明你的布还很白 值得清洗 忏悔后 你会变得更加的纯洁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去讲别人不好 你自己干净 最为重要 因为有些人的恶报还没到 他做了太多的坏事 而我们守口夜 守声夜 守意夜 每一天检查自己的心 观自在 能够明白 我到底在干什么 这样 你才能 入污泥 而不染 那 大家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爱占便宜的人 虽然赢了一点微小的利益 却失了他自己的大跪 再好的东西 你也不可能长久的去拥有它 不如常怀怜悯之心 常失慈悲之爱 现代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总是先从别人身上造毛病 没有包容的心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年轻人 酒喝多了 骑着电动车回家 半路上一头撞上了边上的大货车 他追尾了 他爬起来 跑到货车司机的驾驶室 一把把驾驶员拉下来 张嘴就骂 你是怎么开车的 你这个臭小子 司机一脸恐慌的说 大哥 我在这里已经停了半个小时了 你看看你们都笑不出来 记住了 现代人身体越来越胖 心胸越来越小 胆子越来越大 正气越来越少 娱乐越来越多 快乐越来越少 现代通讯越来越多 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少 发言越来越多 增化越来越少 营养越来越多 运动越来越少 对别人的感情要求 对别人的感情要求越来越高 在别人身上花的钱 那可是越来越少啊 有一个孩子对他父亲说 爸爸 吝啬和节约有什么区别啊 父亲说 当然有区别啦 比如我买一双降价的鞋子 那就叫节约 如果我给你妈妈买一双降价的鞋子 那就叫定色啦 现代人真的都不讲实话 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 说金钱是罪恶之源都在捞 说美女是货水都想要 说高处不胜寒都在想方设法的向上跑 说烟酒伤身体 但是每天要抽 每天要喝 到寺庙去参观 都说想上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没有一个发愿要说去的 这就是人生了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知足者 生平而兴富 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每天早上吃一颗药 那叫知足 晚上吃一颗药 那叫感恩 如果一个人一直贪 他就不懂得什么叫知足 阿拉伯的王子什么都有 穿金带银 有一个阿拉伯的王子只活了33岁 他没有人间最重要的生命 而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财产 但是我们拥有了人生最大的财富 那就是生命 能活着就是你的成功 因为很多人虽然有财富 但是他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 其实人生只有三天 迷惑的人活在了昨天 欲望中的人活在了明天 只有清心寡欲的人 学佛修心的人 可以清楚地活在今天 昨天像过了期的支票 明天又像不可提取的支票 活在当下就拥有生命的源泉 人的一生只能活三万千 我们要随缘来随缘去 不要对每件事情都斤斤计较 同样每天烦恼的过 还不如放下看破 生年不过百 一生长担忧 凡事重新起 不如一笑皆百哉 来人间一趟 没有必要为那些小事去烦恼 想通的人就叫解脱 学佛才没有白活呀 两个小笑话 生夜 你们要笑的 不笑我下次不给你们讲 深夜 深夜一对小情侣在路边等车 一个迪士 一个出租车 停下来了 那个女的呢 拉了一下她身边的男朋友的一脚 轻声地说 上次啊 就是这辆车啊 绕我们到啊 斩我们 骗我们了 那么男的说 来 我给她点教训 这时候呢 司机呢 嘶嘶 开到她前面 停下来 摇下了窗 说 到哪里去啊 这个两人啊 假装 伸头 看来看 出租车的后面 女的说 你的车上都有客人了 男的对司机说 不 我们不拼车 不坐在一起 没有跟人家一起的 司机慌忙回头看看后座 明明没有一个人的 她吓得魂飞魄散 一踩油门 嘶 开到了附近的加油站 哆哆说说的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请问 我后座有人吗 她都不敢回去看 回答是 你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 你开车 第一次车 竟然敢追驾 连车上有没有客人 你都不清楚 这个肯定不会笑 刚刚那个肯定不会笑 因为下面这个要笑 下面这个比较好听 说丈夫和妻子 到野外去旅游 突然碰上一只老虎 老虎来了 老虎 老虎来了 哎呀 这个丈夫啊 义无反顾的冲上去 跟老虎搏斗 最后把老虎赶跑了 哎呀 这个妻子在边上好感动啊 就说 哎呀 你真的太勇敢了 那么大的老虎 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呢 丈夫说 有什么好怕的 我和你这只母老虎 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是白混的吗 哈哈哈哈 人生难得 经义得呀 佛法难闻 经义闻 希望我们所有学博的人 开开心心学博 快快乐乐生活 看清别人是聪明 看清自己的人 那叫智慧 好好的改变自己的般若 让我们好好学佛 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知无常 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 学佛人必须要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为社会做贡献 为国家做贡献 为世界和平 人类的身心健康 而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星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抬角 着何 manque大家 生日快乐 永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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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het 永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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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borated Ala 永远都 情 ches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